好啊 爹 你来抓我啊 你一定抓不到 你别欺负你爹 让我来修理你 看我抓得到抓不到你 没错 这个小女孩就是小燕子的大女儿男 她继承了小燕子的活不好动 连乾隆看了都直呼 姐姐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小燕子也有敌手了 不过她也继承了勇气的优点 刚刚在茶园 我放肆了 让爱爷爷和胡伯伯看笑话 但是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规矩 爹娘都交了 尔康更是考验未来儿媳妇的才华 年仅十岁 杜甫的誓张口就来 真的是很优秀 当初老佛爷就曾经说过 小燕子能生出什么好孩子 不过看到现在的男儿 简直是巴巴打脸了 男儿也是小燕子夫妇最疼爱的女儿 不过她最终也做不了紫薇的儿媳妇 因为小燕子不答应 她知道皇宫里儿与我诈的生活 她断不会让男儿不自行后尘 而且现在与紫薇也不在一起 她是不会让女儿远嫁的